嗨 大家好 然后今天制作的都是 感谢你们的支持 OK 所以感谢支持方面 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 那些是 直接是数据那边是看不出的 OK 然后先还没开始时候 要给你看 这个是我的那个可视 不是我只滑鼠滑去那个 你看一下是这样的颜色的 OK 然后这是按左键 这是按右键 右键的时候 你看它颜色是不一样的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感谢你们呢 OK先来看一下哦 这个是 8月1号到 30号以 这天是30号以 它的总共的那个 广告收入啊 给你看一下是 2块八角半次啊 然后 我为了方便 因为这个是 过往的 你可以看一下是 2.53 你讲一下哦 这个月当然这个月是 几个月的总和 因为之前有是蛮少 啊不能有video嘛 只是这个 上个8月的时候 我就啊 大概是四个 应该是四个左右啊 那个啊 那些video OK 然后 这个的确是蛮值得 庆啊 庆祝的是因为 至少看到有实际上的行动呢 然后那个啊 subscriber也是 是从120多个的变成 166 应该是要7 170的 OK 所以这里也看到有显示 那些啊 成长 当然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多的 啊把这个 我的这个东西 这个youtube那边 分享给其他 因为这个都是免费的 然后 以此同时 OK 这些 当然你是免费的看 所以不用怕 OK 我也被跟你收取任何钱 所以这边 你看 然后 当然我也是会放一些相关的广告 就好像你看啊 家里在家看电视像 偶尔像有个广告 但是我被放 过分的放行 最多是四个广告也 不管是多长都好 如果是一个小时 我最多也是放四个 两个小时也是放四个 最多四个也 最少应该会放一个 或是两个 OK so 这些东西就 没有什么特别啊 就你就看 如果你看这些网络每天都有 这样就不错 好像8月30号 如果你有做过什么东西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 但是这些东西我放上去就 不会再拿下来 所以你不要担心啊 除非 他好像有问题的时候 不进了 你就要跟我讲 OK 你可以在这边直接跟我 post那边 我会看到comment那边 然后我就知道了 OK 所以基本上是 当然是每天是这样就好了 0.79 30天就是 0.79 每天都是0.79 就真的蛮爽一下 成 下个月 算30天好了 OK 所以那边就有23个器 哇 这个是蛮不错 当然 迟一点会越 使用越高 越来越高啊 这个都是要多亏 你们多一点 转介绍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这边我会 有时我会skip掉 有时我会讲到很深深深路的 好像之前所讲的东西 多数是很深路 如果你没有具备那些条件 是你没有啊 很难会明白那些当中东西 然后我会尽量简单化 所以你不要担心的 OK 然后我也是很庆幸的 有一些人看了我的video 他们有私底下跟我讲 OK 然后就是这样轻轻松 都赚了几千块 那个几千块 我看一下我的学费是 那几千块 从股市市场那边赚出来 OK 也是不错一下 至少从这边你可以了解到 你可以赚到钱 是证明我这个 是没有白做了 这是很庆幸 但是我没有啊 放上我相关的 应该也要screenshot 下来给你们看一下 OK 有几个人的确是赚几千到几万 这些是啊 他们不是我的学生 只看那些video 就是啊 点通他们啊 那些疑问啊 这只是单方面学习 就有这样的效果 是蛮不错一下了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才问我学生的话 OK 会有什么效果 不知道啊 不过这个你我也没有什么强求什么东西啊 你不要成为也不用紧 反正我都有出书和video这些东西 这些出书就要给钱了 这youtube那边啊 你要给了 或许就是你水电费啊 OK 还有那个网络的那些费用 基本上是不会归到哪去啊 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的 这个是 OK 制作这个基本上是全部人 只是需要你一些时间 你要去深入的 那边就是啊 安静的去全程学习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VS的走势 VS的走势哦 在啊 今天是星期六哦 OK 给你看一下哦 星期六 现在是大概要两点 OK 这边啊 有时候会出 有时候会出 很奇怪的 哎呀怎么又不会出了 OK 啊 OK 啊 现在是大概是两点了 OK 要不行 要确认一下也是可以的 通常我是啊 放 可以这样就看得到 OK 所以是你可以按下 是在我家那边了 我家那边制作的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 OK 那么接下来就讲的 就是走入这个主题那边 OK 在之前那边就是VS 啊 在上 昨天就星期五的时候 我现在是讲昨天啊 但是你看的时候不是昨天 就是星期五 9月2号的时候 出了一个通告 那通告很多人都很担心 OK 呃 为的方便呢 通常我要拿掉这个会比较好了 OK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单单看一样东西啊 呃 先来看这个是这个VS 我先挑选这个公司 这个是Busan Malaysia 然后进入这个很简单的很趣 listed company 那边 看到company announcement 按下去 按左键下去 然后就进到这一页 然后 你看到有12页的原因是因为刚才我已经是啊 那个时间啊 我是调去9月2号的 所以因为我是看9月2号 那因为我每天都有更新 所以有更新这些消息 所以那边没有什么特别 OK 讲到VS那边最新的消息就是这个 这个editional listing announcement 也是要看的 他有时是啊 平单转换 或者是啊 那些ESOS 就是公司资源 行使他们的权利 来啊 卖掉他们股身上的股票了 OK 不然他们过期 他们也是什么都没有啊 在一定的期限里面 他们要实行他们那些权利 就是拿钱的耗线 公司就把他卖掉了之类的 OK 这边有讲很多东西 OK 这里哦 有没有可以看到这个Others啊 这个NEP哦 是那个钻石能量水的公司 他有收了20%股份 OK 先不要讲最重要的是这个啦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我上去Others那边 我基本上我是啊 已经是下载他的那个 三更的新闻 所以外方面也不用看到很多 有一个是很简单的 看到比较像人看的东西啊 OK 那还有很多东西 OK 这些东西全部要跟进的 为什么要跟进哦 就好像啊 这个算是基本分析的其中一个东西 OK 像图表啊 为什么我们也看到图表这样简单哦 这原因哦 无非都是因为他有连接性 OK 这里就是我我我我为了方便讲啊 啊 什么是连接性啊 接性 连接性这个三个字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东西不是单单看一个新闻 现在很多人呢 学基本分析 就是Fultimate Analysis 其实只学看一样东西 看Email也没有看很多东西 没有连接性 就是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是 看到这个新闻哦 一眼看下去 哇 什么东西是Profit Walling的啊 哇 什么为是哦 然后 糟糕了 看看一半又不看一半 这种人就很糟糕了 这是子宫十 然后又看到什么 0.85 0.85 cent的嘛 不是零件的嘛 这不是RM0.85的嘛 这个是0.85 也就是说是一分都不到 OK 就是换去啊 就是RM0.0085 而已 不是很多 这个东西 很多人搞到这个 怎么办哦 然后结果 当天我们该看股市的反应 OK 股市的反应你看才下那么少 只是一分钱都不到的亏损 OK 那个是一次性 OK 要记得哦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次性 这个只只会发生一次 为什么会发生一次 因为就是他把那些东西 然后再看清楚东西 连接性和一次性 这些东西我们都是要看了解的 不然的话我们就白白的亏了 变成高手 好像比如说嘛 一些人有看到 有一些看我去看那些清楚 哇住套房 我死了死了 我原来是大亏了 看到哇 是吗 我大亏的公司就很搞笑 你看啊 他股息哦 给他这个 两半 这个是零 零点 啊这个就是0.8 这个8分 他都给得起了 那个亏了 哎呦 有什么事 根本都不算有什么事 哎 这个又是8分 你看 只是 只是少了那个 亏了 那个苦戏 分离给你 那有人就 哇很担心了 哇 那苦戏哦 他给了蛮多 一年给四次 甚至是给了两次 OK 那两次里面 OK 至少四次 你看0.015 这个一分半 OK 四次里面 少了一次 多一次 好像是没有 无关动症 最重要的是 我们如果看图来讲 他这边是带亮哦 上升哦 这里是转成为 已经是支撑了1.4了哦 所以下来哦 站得稳1.4 现在已经是站稳1.4了是 OK 你们可以看到吗 这样的行动一下哦 他没有 再低过这个1.4 你看这里这两个顶嘛 所以那边他 他要突破的时候 这里有站稳 站稳1.4了 那么接下来 就挑战1.1块半哦 这一块半就1块6哦 这是这么简单哦 这是技术分析那边啊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 那天出了消息 才跌那么一点 而且哦 那个量哦还是少到可怜 OK 这个量那边你可以看一下 大概是357万的成交量而已 是少到非常可怜那种 OK 而不像这种 如果是有这种量 那么 2710万的这种成交量发生的话 是 那个真的是要很小心 还有带量 下跌那种 哇 就是加跌的很够累 还有有带量哦 这种呢 我们就要他真的很小心 从那时拜我来看 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事本上是 不关 没有什么痛痒的 我们看了这个新闻 然后再 等下我会跟你看一下 我们仔细看一下 他的新闻是讲解什么东西的 OK 那么在这边哦 呃 他有两个的 OK 当然我也是为了方便哦 我就直接先 啊下载下来了 OK 所以这边我们通常 直接看哦 press release就好了 press release就比较像是 人讲的话 OK 看到比较这些 这些就是啊 新闻那边 要容易看的 OK 其他人不要是啊 那些俗语啊 比较 啊 甚至 美股盈利这些东西 是很基本东西 不过这些 如果你对股票一窍不通的话 是真的不明白 是什么 OK 这东西都很 首先我们要知道哦 他的职公司哦 也就是哦 这个月只有43.7% 8%而已 他的拥有 他的股份啊 他不是100%的话 是43.7 在这里我会用的 啊 计算机 也就是说是 437的 OK 不是100%啊 这个是算去8%的话 等一下我们要用到这个来算东西的 在financial year这个啊 7月啊 就快到了 这个是这个月出 接机哦 OK 就是好像你说啊 这个啊 是 啊 due to provision for impairment 就是 那谁 烂张啊 他先 他先 OK 什么他不知道 还没有知道啊 因为这还没有讲 OK the provision is in relation to the deposit pay 看到啊 Deposit pay for its proposed acquisitions of 20% stake in a solar power plant in the inner Mongolia Octurnal region the agreement of which has since lapsed 这里就是跟你讲哦 他之前 OK 有付了一笔 sting金 啊 去 拿 20% 那个啊 那个太阳人的东 啊 光相关东西 在这个公司那边 OK 这个是应该是地方啊 Inner Mongolia 就是在大概是中国方面啊 OK 就想他也有那个意图就是啊 啊 多元化他的那些啊 除了 那些贷产的公司 就是还多元化 你看得到很明显的 OK 所以这里哦 现金之前都给了了吗 OK so 他 由于那个 agreement啊 就是那些东西啊 答应的东西 已经是过期了 所以 这里就 把这个 这个 这个 deposit啊 你是之前已经 付了的 判断是烂战 OK 所以这边会影响的 错许只是在于那个 我们的 看得到就是 啊 balance sheet 就是负债表那边 OK 实际上的盈利方面呢 都看不到啊 太小了 the impact is limited to financial performance 真的是很小 OK all of all the group remain positive and intact for financial year 17 and beyond 这16嘛 就是今年哦 17的就是啊 就是7月 他的财政年为7月 OK 7月那么就是 由8月开始到明年7月 OK 那个就是17 就是他是看好的 OK 所以这里就跟你讲了 这一七年以上会更好 就是这么简单 OK 所以这里讲自己股价哦 这样的情况之下哦 是蛮不错的 但是你要清楚就是 这个只是跟你分析 给你看清楚 他的消息是怎样做的 OK so在啊 这个是讲着废话了 OK announced today that 这个他的他用的 那是4.7%的 这个就是 VS International Group 又是VS IG OK 未成国际集团 在香港上市的 OK 这个没有问题啦 OK Assessment by the Management of OK Dong Kong listed in this Expectory resist higher losses by comparison to 15 mini due to position for impairment with Nipsack 2的 这里啊 Deposit pay 就是他给的那个 现金啊 OK 你要清楚知道 你的定金是给了人家 就说你定金是付上人家的 你是期待有一些东西可以拿回来的 OK 但是没有拿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 他就当张是拉一张 至于多少钱我们就这样看下去哦 since that following non-fulfillment of certain condition 就是不符合一些条件之下的 他们才啊 就在期限里面还没有达到他们的条件 所以他们有很严格的去上判值不值得 值得那边就是有 OK 我给你这些钱 你就是只是定金 你不符合这个条件之下我要取回 就是要啊 取消这个 OK 然后 啊 这个VSIG has been in discussion with the vendor for the refund of the deposit pay 就是他在讨论他 啊 讨论着 跟那些啊 vendors OK 就是他投资的地方那个 付定金给的对方那 那个那一方 OK 跟他们他追讨的那个 定金 他是在于8月31号咯 enter to a settlement agreement with the vendor 就是 哎 of a refund of the deposit OK就是 前几天也了 不是很多天了 因为今天是9月3号 8月32号 1号就讨回他钱 under那个在那个啊 合院里面是 那个他是 啊 除了要付回 他的那个定金之外 就是有42.5 million 就是4250万 赶币啊 HKD啊 换去来马币就是 大概是22.5 million 就是2250万 不是很多吗 OK together with 5% interest stake on by november 啊 13 november 2016 就是 他会跟他收取 5%的那些 interest 这个啊 在那边看的时候 5%我们就看 5%就好 不要看那么多 实际上是不止 5%更加多了 因为他是加过一年的 那个啊 还有另外一个 比较复杂的 我们看这个就好 不要看这样复杂 除非你真的要很有兴趣去 知道这些东西 或者也不相关啦 因为不是很大的资金 很大的资金 很大的资金我们就需要看很多 对来讲 为什么不讲很大 因为这个哦 它不是100% 所以22.5 OK 又是22.5 就是乘22.5 换上来就是9.8 million 就是980万 左右而已 OK 这个钱也付出去了嘛 但是没有东西拿 但是他们还会拿回来 OK 那 we sending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VSIG has decided to make position for impairment for the deposit to reflect its prudence and conservative approach in accessing the collectability of the deposit 有一次的话 我们会当着这笔是一笔烂账 是收不回来了的啦 他们也不期待这样多 OK 当然收回来也就变成 这个烂账就不成立了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这样啊 呃 他的会反应 如果真的收回来的话 就是啊 30号哦 7月财政就是10 最迟就是明年的 大概是3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的基报 OK 3月的基报就是 十一十二一月 OK 最是11月30号嘛 所以最迟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概就是明年3月出的基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有没有还可以还那个定金 就是这么简单的 OK Now extending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VSIG has decided to make provision for impairment 这个这个讲了 OK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impairment to VS group ethnic is estimated 这个刚才就算给你看了 就是9.8 就是用43.7% 直接乘成22.5 明年就是2,250万 这么简单 OK 所以就是这么少益哦 OK Note that this is based on primary ascension by the management and has not been audited or ruled by the group external auditors OK 这笔钱 收不回来 就算了 所以是 一次性 他不是很多次啊 对吗 所以他只是 OK 所以我们是讲是 在这里跟你讲一次性哦 一次性的伤害不大 而且这个真的是 股息都敲锅啦 OK 所以这里就 这么简单而已 Certainly we are still pursuing the refund of deposit how way to reflect to reflect our opponent or push on the matters we are designed to make position for the impairment in the meantime 所以他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这样的公司是算很好了 有时候是直接跟你讲 OK 这个 这个月是出季报的时候 他跟你讲这些东西 还没有出季报 他已经跟你讲了 OK 所以他们已经跟你讲了 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问题啦 OK 那最重要的是 就是连接性还记得 我刚次当初讲了 连接性哦 OK 要看一下你们就是要看嘛 真的已经 所以我跟你讲 看这个基本上是很好的 press release 就是比较像人看的东西嘛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哦 OK Remain focus on growing our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business OK 就是电代工业那边就很好 and optimistic on the group prospect going forward to recap啊你看啊 他还特地提醒你 all the past two months 就是过去两个月啊 we have cringe 100 million per annum 就是拿到啊 一千万的合约 一年一千万啊 for our new customer OK 就是在这边 NEP Holdings 这里一千万哦 一年哦 哈哈哈 然后SLS 这个啊 这个是 这是马币啊 这是 82 million 82 million 是八千 这个 100 million 不好意思 这是一亿 一亿啊 这也是百千亿 OK Millions Millions是一百万啊 这一百万 一千万 一亿 一亿的合同哦 一年哦 OK 然后 SLS 八十二 million 八十二 million Coffee viewer contract form and existing key customer 这个是 八十二 million啊 就是八千两百万 USD哦 八十二 这里我们要成四了 为什么成四了 你们汇率是成 我们是 一美元 对 四块马币 就是 一美元 可以换四块马币 OK 所以要成四 大概是四就对了 不用麻烦想的太多了 OK 当然人多了 就是博人收 所以在美国看一下是 三亿 两千八百亿 因为这种是million 吗 OK换去马币了 你看一下 这里都有整四 亿了 四亿的 蛮多一下的 这个应该是 分 这个你就要出三 应该是三年了 OK 一年 都有着 两亿的 那些 就是至少两亿的 那个 盈利 revenue 不是profit OK 在那边哪一串 两亿 哇 你们带一下 你看一下 两亿对 那个 才多少啊 呃 九点八名 九百 九百八十万 很少哦 那个真的是 看不到数目 那个 OK 这是多出来 记得它保持的话 将不出更多 and we expect to secure more manufacturing jobs in the near term 还要跟你讲哦 这个保留 他们会讲 可能还在信心这些东西啊 all this contract will contribute positive to our earnings in financial year 17 and beyond 就是说明年17年的时候 2017年的时候 这个是很好的股外 ok 或许会爆发很够力 然后这些是讲废话 没有东西 就这么简单 ok so 多的这个东西哦 press list 我都不需要跟你 翻回去这些 这些通告啊 ok 比如说这个啊 这个就是钻石能量水啊 他已经在那边里面带过跟你讲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什么好处了 ok 所以这些东西哦 再配合这样看哦 连接性 记得 连接性 不要看 单单 单单 一个 就好像啊 技术分析里面哦 如果你只是看这个哦 你看一下这个 或许看不到 ok 再看不到不用紧 我会改 呃 放到更大 也就是说哦 如果你真的看不到啦 ok 不用紧的不用紧的 ok 然后哦 开这个 真的看不到哦 那么哦 我们就zoom大一点 ok zoom out 如果你的股票点 那个技术分析哦 ok 真的 真的 真的只是 把这工学 放到太大哦 ok 你只是看到 这一个蜡烛鱼哦 没有看其他东西哦 没有连接性哦 你只能知道 这整个是上升趋势 还是下跌趋势 如果只是放这样大 放大 还不够大 这个是最大的 这么大的情况下哦 你看不到 这个是上升还是下跌 还是横摆 sideway up trend down trend 哦 sideway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把它连接起来哦 ok 看长一点的时候 哦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横摆一段时间 ok 压速 那个量也是压速 然后这里上升 量跟着上升 这里是上升 已经是站稳了 这里哦 如果我讲哦 看到吗 这个底 这个高高这个底 上升趋势的时候是他一定要复合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这个底是这个底部啊 这个底部是 这个底部啊 因为我会讲这个底部应该还是在这里在上升嘛 所以这是实际上一个底部 ok 这个底部 ok 是高过这个底部 很明显是高过的咯 不要跟我讲是低过 因为这个是在他的上面吗 比如说我在最简单一点的放放哦 这个是 A点 OK 放大一点 OK 这是比较黑 不要 要搞笑一点 OK 然后这个放B点 我也同样的放大一点 OK 这里 放Zone 然后再放OK 这个A点是低过这个B点 因为这B点在A点的上面吗 将来讲解就简单对吗 ok 从这样的情况之前 没看得到 哇这个是上升趋势的第一个要具备的条件 ok 他是复合了 这种是刚刚好 不过我 我比进场更快 我在这边的时候 大概是这一边啊 这边我 我开始有行动了 这边我就买到一只进他的儿子 在这个阶段 然后他上升的时候 应该是这一天啊 我把儿子全 母股全数卖完他 转向去儿子 OK 上到这边上去 好像有卖掉一些儿子 下去的时候又再进回那些儿子 然后上去的时候 又好像有卖掉 然后今天最近又又再进出 所以我的平均价哦 是比你们便宜很多 因为我有做波乱操作 OK 就在私车那边 因为我有啊 去研究跟进很多东西 我也是有看着 哦 OK 人家是这样我就顺便掉出去 就是这样那么简单哦 OK 这边也是很多新闻啊 在这样上升的时候 就讲那些什么啊 NEP在上升的时候 又出讲那个什么 拿到八千 啊 两百 US 啊 八千两百万的USD的那个 啊 那个合约 那是分三年的计算的话 OK 所以你们看在这里哦 是机会 还是危机 会不会住套房 我不知道啊 我可以跟你肯定 这个2017肯定了呢 OK 有时他呢 反应哦 提前反应 这个股还会做 机久 目前为止 我看到还有后续 还有后续故事啊 至于新高那边是一大约是1.68 没记错是1.68 应该是1.68 左右 肯定是会过的 是这样看认为了 OK 这东西有也有 不会发生的哦 有时还突然间有特 特殊的那些意外的话 那么真的是很对不起 运气不好 再来另外一个 就是这么简单 OK so VSR5 你看到一次性的 这个啊 真的是一次性 他可不像DRB 还够吗 但是DRB还够吗 他大致上的亏损是来自Proton Proton呢 看被亏损的很够力 Proton 你我都知道是怎样的 quality的公司 是呀 OK 不过现在为的打好 那市场形象就是 他们会做比较安全的 啊 Personal还是强调 那些东西还没有准备好 不过那边就是最重要 还是那价钱方面 OK 那边就是实用性的那边呢 如果给我还是会比较少的 选拨多了 OK 所以那边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Proton那边 亏损很够力 但是他有政府支柱 这个还是会继续亏 看他有没有改善啊 看那个市场啊 对他没有信心信心啊 最主要是 能不能负担的起 这个才是重点 负担的起才是重点 OK 那我们本来是要买车是蛮贵一下的 OK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的 是像我那边 DIP icon那边还是有戏啊 订阅他 还有政府支持 还要出了那个 大概没有记错是15亿 啊 现金那边 因为今天我是跟你讲 是VSO没有跟你讲 很多DIP icon的东西 要看的话 就是全场大概都有跟进一下了 OK VSO和DIP icon 你就不要把困扰 很多人就看到 哇死了死了 结果就 做了高手 就是人家买在低点 buy low 然后卖在高点 sell high 这些人就相反 如果是做 啊 呃 卖空啊 就是short的话是 卖高卖低 低卖 啊OK 那个就可以赚钱了 很多人就不行的做高 高手就是说 在这里买进 OK 这里上面最高的时候 就是1.49 卖进 OK 然后在这一点 这一天哦 啊这天红蜡烛 OK 洗出去哦 这天就是1.4 卖出去 然后再上升回去 哎呦 为什么你看看这天啊 为什么会三个蜡烛下跌啊 然后再一个羊猪上升 然后再下跌啊 这个情况 我们就称之为什么呢 洗盘为什么 亮就没有什么亮 看到吗这个亮 这里的亮 三个亮都是没有 这个亮是有 然后这三个亮 基本上哦 是洗掉那些 我们所谓的那些 对桥 contra previous 交易元 这只股 不适合做交易 除非遇到这样的蜡烛 这样的蜡烛上去的时候 可以没问题 那个可以对桥 OK 当天吗 OK 那你看下都是三天下跌的 那在上的时候 第二个比较长一点的羊蜡烛 当然这点是最长的 所以你都是跟你讲 不要做对桥 有钱 现金就持有 没有现金就不要持有 投资最主要是用闲钱 不是用那些救命钱 不然你也不能 不得安领 睡不安稳了 像我这样 我可以不用看事的 我只是在一个人精致行文 然后看一下 我看事的时候 我一定会出手 没有出手的时候 我也是在那边研究 这个是很大分别的 我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至少我有看清楚 他是怎样 装剪件耍什么活样 这东西因为我会了解 是因为我的基本 我的根基比你很好的原因 你看看这些哦 这是看技术分析哦 放很轻松的 你看看 不像一些人 放很多啊 写着什么量什么量 哎呀 不要这样辛苦了 这个力量这样多 就跟你讲上张 就是很多人买 就这么简单哦 然后你看下这天哦 这样的量哦 你看这两个量 这个两个蜡烛 OK 这么大个 这个这样是我们称之为 低量也是爆量啦 就讲到在底部 看到这种爆量是很好 然后你再配合 公司有好消息的情况之下 这种啊 担心都是多余的 几人优天啊 很多人就是这样啊 哎很可惜 就是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思维 OK 据一下 接下来的接下来就是 比较多人会有兴趣的就是 平单陷阱 这是可以是 corporate warren 也可以是 structural warren structural warren 也当然是有 core warren 这里我会跟你讲一个 很好的例子 就是 Asiata OK 当初有一个很厉害的 很高明的事物 跟我们讲这个 OK 那现在哦 跌到多少 又回去0.045了 OK 这一段时间这样上升哦 记报还没出来的时候是 我已经就计算了 内在价值 intrinsive value 内在价值 基本上不要看时间 我们是看哦 我们用你买是 那时间价值可以是 忽略掉哈 我们只看 内在价值 内在价值 试试看哦 这个股到这个价钱的时候 比如说0.045分的时候 值得多少钱 就是买你买这个啊 就是母股要到多少钱 你才不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多少 八千 记忆多少 像这些在这里啊 买进的就是 被套的高房 你看下 从这里最高啊 0.X啊 跌到这么低哦 哇那种伤不是普通的伤 所以买平单 你要亏得起 一买进去 你要亏得完了 那事情做好那事情 不然不要买进 OK 这个是很高风险的 直接是很高风险 如果你不了解 他当中东西 好像我跟你讲的 最重要是 期限 OK 我们还看哦 看这些东西了 平单之前了 全部都是看样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 母股的走势 母股走势这样哦 他还会上升 真的很奇怪哦 这里下跌是很正常 为什么呢 revenue 有上升 盈利大跌 profit大跌 那我看过来 没有可能值得 6块多 虽然是上到 真的是上到6块了 你看到这里 599也没有到6块 最高是599 你看不到不用紧 放这个 OK 再看不到这个也不用紧 我放大哈 这里真的看不到 放26哦 你看到high那边是5.99 最高到5.99 再拿过去旁边 也是5.99 最高到5.99 没有到6块多 OK 这样的情况下 我一看的时候 这是 我们要了解一些东西 就是很command sense OK 现在的那些 啊 调过就是这些 啊 我们所谓的电讯业哦 OK 这电话的电话行业这些是 真是红海啊 不然就效价的很够力 这里又3G4G那些 这些加烂到啊真的很够力 Aseta我们知道还是很好 的确是很成功抢到 很多那些顾客 所以看到revenue card的增长 但是盈利大跌 因为他们以亏损 基本几乎亏损的价钱 卖出去 这是一个策略 还是绿策略的 至少知道人家是这样的 他们是后委做手脚啦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情况下 这个 大概就知道咯 如果盈利不支持 它的股价上升的话 基本上有多少都没有 没有用啊 OK 然后它的债务比例也是蛮高 看了这个之后哦 OK 这些我们就看哦 就是所谓的Aseta那边 避免那些中平单陷阱 一定要知道内在价值 现在跟你讲另外一个 重要的 很多人都不会看他讲 不要去算啦 这么加麻烦 至少我买的安心啊 OK 内在价值 很多人就是看了一个一些大师 哇 怎么这样麻烦呢 要算这些 这些就是风险 OK 潜在风险 我是这些就是什么 完美 就是控制我的风险 我看他的值不值得进去 投资都是看值不值得嘛 比如说一个一个 这个价值十块钱 不要不要讲十块了 讲一百块就好 OK 他严重 不懂什么情况 就是那个物主啊 是owner 很及时套现 那么还会以见价卖出去 就是比如说是一百块 价值一百块 一块钱买 他就是要钱 OK 你会买吗 通常情况人家都会买 在股市那边想法 很多人不会看这些 所以就中套哦 OK 要避免评单陷阱 我们就知道他的内在价值 还有在特定的时间里面 可以到达没有 OK 这里就是很讨厌 那个 选那个 选评单的技巧 OK 这个方面我会在 只有在随时方面 我才会跟你讲 比较仔细的方面 然后 其他我就是跟你讲 然后你自己去做啦 不然直接跟你讲出答案 也是没有用的 OK 这个不要选这题 这个我要换去 然后Asiata Asiata CBug Asiata Asiata CBug 按下去 这里我们同学看另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 listing information and profile for structure 就是他的平坦的基本资料 这个是一目了然的 他的转换价 exercise price 过期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 还发行那些 OK 过期有牌啦 OK 明年 1月31号 OK 5000万 5000万股哦 不是lock哦 很少也不是很多 发行上是CNB Bank OK CNB Bank 然后这是十个月 然后转换价钱是5.85 Exercise commercial ratio 是三对一有 OK 就是说啊 母股在5.85以下 都不是在家类 是没有价值 所以家类就是in the money 就是不在家类就是家外 out of the money 这个是他的那些平坦的术语 要了解这些东西就是说 如果讲这些东西 我不要讲到很多废话 我是跟你讲 in the money 家类 out of the money OK 家外 两个字 华语极简单哦 英文 哇 这样麻烦 out of the money 三个字 out of the money 哇 五个人哦 家外 你看 华语极简单 所以华语 啊 学习 是蛮不错一下的 ok 有很多词比较精准 就换来换去 就这么简单 你看下5.85 在这阶段 都有到5.85吗 ok 5.85的时候哦 是在于 这里 你看下 拉筑 有碰过 多少根 ok 以上的在上面的 这些全部都是在加 外的 ok 也就是说 母股没有达到这里 所以是不值钱了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哦 那些 人哪以为很值得 因为他上升了 ok 哇 上升哦 这里也通常我们会 啊 做一样东西就是哦 看去啊 查定那边哦 跳 in 2 rows ok ok 我们就会看 asata 先看asata 之后再 asata ok 这里我们要把它 配合为 synchronize 就是 4月20号开始 这个为了方便哦 indicator 这个两个拿掉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表白 ok 这里是4月20号 然后我就选4月20号 在哪里 4月20号 4月20号在这边 ok 选这边 就是要给它平衡啊 ok 好 4月20号 然后它的那个一条线啊 你看这一条线是一样的啊 也是说我对上面的时候是 你看到我这个颗色啊 你看这里一条线的 ok我对着这个蜡烛的时候是 这是4月8号啊 为了再简单一点简讲解释 我会放这个 ok 放这个你的手势 这里要先对着下面的 对着下面的手势 但是同样的哦 这里就是要 就是要用这样的程式 我们来看哦 ok 这样就比较简单 你看啊 这里就是一条线了啊 这样的情况就 就可以了解 这个是就是 那个平单的一个方法了 ok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是要 将来啊 调整到这个图哦 和真一样的情况之下 那么就很好了 ok 这是4月19号 哎 20号 他不能拿到准准 好 这个又比较准了 这里4月20号 这里是9月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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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4月20号 这头跟啊 头啊 头对头尾对五啊 ok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上升了 在这里 我有买进 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 叫做啊 早晨之星 morning star ok 看到这个这个啊 鹰竹 然后这十字星 这个羊竹 在这些情况 我应该是很没有记错 因为这里爆量吗 ok 这里我就进了 然后我不贪心了 ok 所以那些人咯 以为白热梦哦 在这里买进 就一直下跌 然后再上升 因为这里上升吗 看到这里上升 又跟着上升吗 如果最简单咯 ok 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进 哎 木骨也是上升吗 不过哦 我们要看一下哦 他木骨值得多少哦 能不能到到那个 那个那个点 能不能到到那个价值 那个才是重点 ok 所以这里同样的 我也是调整大一点 为了方便你们看个更清楚 放24 放24 太大了 24也不能拿22咯 ok 22的时候哦 这个 拿掉这个 再拿回这个 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看到比较仔细一点 ok 在这里哦 你可以看一下哦 最高是599 如果我在发白热梦的人就进去啊 这里下跌的时候 基本上是跟你讲他的那个盈利不大 不大理想 ok 然后这里我们看一下啊这一点哦 讲最简单的 0.11就好了 0.1亿哦 还有肉啊 ok 不要做 我不要做最可行的 就是0.1 用0.1亿的计算啊 ok 这里是3对异吗 0.1亿 卖进的话哦 乘3 加 5.85 这个方程式是在他的啊 这些是很通常的 ok 通常就是转换 啊 比例 ok 乘他的股价 再加他的转换价 就是他的内在价值 6块1.8哦 在这里 这如果是1.1的话是 6块1.8 有可能到啊 我看的时候啊 6块1.8 看他算来算去的那个美股盈利 没有可能到啊 啊 这个是蛮勉强啊 ok 除非还是有那些特别的特殊的东西 然后解采啊 这个东西不是算是这个是啊 政府官呐 GLC工夫出来的 ok 有没有像比比那样有这些特别东西 ok 他还是赚钱啊 ok 赚不赚多不知道啊 ok 负载比率是蛮高的 在这样的衡量这样情况下啊 我通常是不会进 因为太高了 6块1.8要上升的时候 哇 阻力重重 在因为这个也是指数股啊 也是FBMKLCI啊 你不知道什么是FBMKLCI啊 现在就给你看啊 所以FBMKLCI啊 这里就是 三四大股啊 ok 这里看下的时候 这样这样的情况下 哇 如果这里啊 这个啊 要上到6块多啊 也就是代表啊 我们的股市啊 就是会涨到1800点左右哦 短期来看的话 应该是没有可能啊 现在经济风暴 又不是很理想 有这个问题 有那个问题 这么一大堆问题 所以 明白这些东西的人 哇 老 我是肯 自我是肯定都不进咯 看到这些东西 这个就避免了 我会被套咯 ok 做博担 哇 真的是当天买这个很累哦 才赚那么一点 再想到这0.1的货 不一定有很多的哦 然后拉伸到这样多 ok 一路下跌 下跌到很够力哦 所以买 买在什么时机很重要 买在他要上升的时候 就是这一段时间 这样上升的时候 他要批拔的时候 我们再丢啊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ok 这是避免很多东西的 ok 在这边 虽然时间是蛮多啦 ok 但是也不要期望 我们看的时候 有可能到吗 没有可能到啊 因为 走势都不是很理想 在这边这样走势 ok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是买 0.04分半 我乘3 加 5.85 5.98吗 是有到 是有到6块 有到整整这个价钱 所以四分半我会考虑 ok 高过四分半的话 我是不会考虑 就是这么点 所以四分半我敢买进 就是这个原因咯 我只知道 哎 不会超过六块 结果真的是没有超过六块 嘛 但是还没到六块的时候 我就卖掉了 因为看到啊 那个价钱都是这样的 所以卖掉好咯 反正那边这样高 哎哟 这个赚那些钱 赚了 ok 所以那些是算他时间价值 我知道 我这里我就赚利润钱 所以 这些是一个很好的学问 所以这边我可以跟你讲 自己跟你讲解了 那平单的现金怎样避免啊 很多人不知道 就傻傻的 哇 就上升了 就买进 结果被掏咯 那些无资的人啊 半桶水啊 连技术分析 还有这些计算的这些风险 管理都不会的人 很危险咯 所以我每次选平单 第一个都肯定看这个 看了这个我才看他转换价 还有这个转换比例 ok 之后再看他的那个量啊 和他的那个 随时发行商 然后再去看他的那个盘那边 说那边有很多东西 每个步骤都要跟着 然后蛮多工作做 然后这些会有什么 提高的赚付 之所以会在DIP HIKO那边 赚这样多 因为我是看得到 他肯定是在一块以上的 然后看到 哇老 要赚那边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那边是赚到蛮不错 蛮可观的 那个 这就是有下过功课 你看到没有下功课 可能有下功课的人的分别 ok 所以今天我就跟你讲到 大概这么多 然后真的是很感谢你们 如果可以的话 就 这三个字要记得 ok 在这边我就 今天就到此为止 当然我是希望你可以 转介绍给人家 就更多人可以受益 于我这个video那边 如果这个video我跟你讲 如果你不具备这个 两个东西的话 就是基本分析和 技术分析哦 基本上你是 只是懂一半不懂一半语 ok 这东西 市面上很多东西 你看到我的分析 跟其他的分析 是很大分别 我可以跟你讲 很简单 因为我知道 这东西就是可以这么简单 不过很多人把它复杂化 因为他们他们是到了那种 有简单到复杂化的阶段 我已经是精裂完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今天我是第九年在学习的 ok 现在实战方面只是四年 不过那个是很好的一个经验来的 因为 我已经打好根基进去的时候 所以一下子可以飞到很快 这就是分别了 ok 所以我的层次和你们是不同 所以我可以跟你讲的 很简单 ok 投资方面 如果不能跟你讲到很简单的东西 那是 基本上你跟他学习 你什么都不会 讲到很多很悬的东西 那悬中 不会跟你讲解 那个当中的意思 简单化 也是没有必要去学习的 花再多的钱 不够你 啊 最重要的 当然 你要自己采取行动 如果你没有行动的话 你什么东西都学不好了 就是只是看了也没有去实际上做东西啊 ok 那么 不管你试试搞拜师 或是跟厉害的人拜师都好啊 是 你都没有用 浪费时间 浪费 双方面时间 金钱 时间精力 ok 时间精力 还有金钱 全部都浪费到 真的是 白过 ok 所以这边 真的是谢谢 ok 今天就到此为时了 ok 以后 有机会的时候 我再制作了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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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